美国与日本曾经是二战时期的死敌 以日本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为开端 两国成为盟友 则是1952年4月28日 美日签署了绿美安全保障条约 美国的动机是 为了能够使自己在日本长期驻军 而日本则是因为处于二战的战败国地位 面对不得拥有军队的条约限制 不得不接受该条约 并试图依靠美国保护自己 避免被中国和前苏联报复 但两个犀利使敌为何后来逐渐的结成了 针对中国的铁杆盟友 为了遏制和对抗中国 尤其是在中国解决台湾问题上 两国态度高度一致 4月17日 日本手下菅义伟访问美国 成为拜登上任后 到正式访问美国的外国领导人 拜登与菅义伟发表联合声明 共同应对中国成了该声明的主基调 美日两国首脑会见主体 不是美日两国关系 既然是以共同对抗中国为主题 这份联合声明还是1969年以来 首次提及台海问题 拜登重申了对美日同盟和共同安全的坚定支持 致力于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各种挑战 说白了 菅义伟这次访问美国的根本目的 就是要对拜登建立最广泛的联盟 共同对付中国的主张 与美国商讨达成一致 提升主要针对中国的盟友关系 甚至总体方案 拜登上台以后遏制打压和对抗中国 在他的眼里已经成为了 比美国自身发展更加重要的顶级事务 成了典型的拜登使命 面对这样的状况 有的人提出了必须惩罚日本的主张 但我们仔细一下 美国的铁板盟友还真不少 比如澳大利亚 加拿大等等 第一 当前我们的实力还真收拾不过来 如果这样我们就会四面树底 将会更加被动 那么如何破解拜登使命 目前来看最直接的办法是两个 一是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 我们也建立欧亚更强大的联盟 中俄联盟 一旦中俄两国联盟的话 就能形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遏制对抗和战争的能力肯定极强 谁也不敢再对中国下手 也不敢轻易的动辄制裁 科技和经济以及支援也能互补 基本不用求人 但这条路也有诸多负面问题 首先是俄罗斯干不干的问题 其次是俄罗斯同意了 带来的副作用也不小 比如我们就可能与欧盟形成对抗关系 还可能形成新的冷战 对谁都不利 二是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尽快提出解决台湾问题 这次美日两国领导人为啥 要在联合声明中 52年来首次提到了台湾问题 美日为啥要结成铁杆联盟 这一点实际上道出了美日两国 最共同担心的最害怕的情况 这就是正如美国军方和美国政府判断的情况 中国会在近期内无力解决台湾问题 美国最担心的是 一旦两岸统一 美国精心打造了几十年的第一岛链 就彻底的被砸断了 美国就不能够独享太平洋了 美国的颜面与号召力就会大部分失去 美国对付中国就没有了杀手锏 关键是 中国发展从此就会轻装前进 加速赶超美国的步伐 美国的霸主地位就会受到极大的削弱 甚至失去 日本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多方安全 比如经济和军事力量差距被进一步拉大 中国就能够轻松碾压日本 台湾海峡会成为中国内海 而日本的外貌绝大部分依赖于台海作为通道 说到这里 我们就明白了第一个问题 美日两国深化结盟的根本目的 是为了以结盟方式 主下中国两岸统一 而这是美日两国的最怕 但确实中国的最痛 可以这样说 目前的拜登对待中国 比奥巴马更硬 比特朗普更狠 目前的菅义伟比安倍晋商更阴 这两人联手对抗中国 真不好对付 要么只有比他们更阴 更狠才行 要么根本不以理会 做好中国自己最重要的事 在我看来 后者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因此破解美日铁杆同盟 乃至美国与其他盟友 最有效的根本策略 就是尽快解决台湾问题 一旦两岸统一了 也就根治了中国的最痛 痛击了反华联盟的最怕 中国最大的被动 也就消除了 迎来一片蓝天 数月来 台海之间暗潮汹涌 解放军军机频繁巡台 让台军神经紧绷 蔡英文当局在台独边缘 疯狂试探 国民党却突然的提议 台美复交 求美协反台湾 台海未来局势恐难乐观 台独民粹在岛内四处扩散 与此同时 大陆舆论攻势渐掌 武统声量不断攀升 两岸对抗情绪水之高起 台湾和平统一的可能性还有多大 大陆对台政策是否调整 接下来我们一一解答 解放军战机持续递进台湾 近距离巡航飞行 确实是过去没有发生过的 它向民进党当局传递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 就是台独分裂势力不要错估形势 误以为台海发生战争 美国会支持保护台湾 有了美国撑腰大陆就不敢动物 在涉及领土主权问题上 大陆方面不会有任何退浪 也不会有什么惧怕 蔡英文胆敢在台独分裂道路上 迈出实质性一步 大陆方面将义无反顾 不惜一切代价 坚决粉碎台独分裂势力 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 国台院国台办发言人 已经明确表示 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 也就是说海峡中线 不可能成为台湾安全的一道反线 据我所知 大陆也从来没有承认过海峡中线 还有一点值得特别的注意 近期解放军分别在北海 东海 南海 四个区域举行大规模的实战化演练 实战化程度之高都是前所未有 这种实战化演练 举离实战只是一步之遥 一旦台海地区出现武力冲突 这对台湾来讲是灾难性的 美国绝对保护不了他们 希望蔡英文深思 四十年前 我们提出和平统一的对台方针 代替此前三十年坚持的 武力统一台湾的方针 应该说 当时提出和平统一的对台方针 是正确的 当时台湾是国民党一党专政 蒋经国一人拍板 而且蒋经国在坚持一个中国 主张国家统一立场上 与大陆一致 所以在当时提出争取国共和谈 和平统一中国 也是有现实可行性的 从客观效果来看 坚持和平统一对台方针 为我国国家改革开放 经济发展争取到了宝贵的四十年时间 但现在台湾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和平统一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第一 台独势力已经在台湾作大 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在台湾全面执政 反对台独的国民党失去制衡能力 第二 台湾已经是多胆体制 任何政党都不能够代表台湾人民 与大陆谈统一问题 第三 蔡英文连两岸一中都不承认 怎么可能来跟大陆谈统一 所以台湾问题到今天 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随着蔡英文当局不断地加速去中国化的台独进程 大陆的武统生烂自然也利于高涨 这充分反映了大陆的民意 有利于遏制台独分裂的发展势头 那么解决台湾问题是否只有通过战争来解决 我觉得还有第三条道路可共选着 那就是我曾经提出过的北平默示 但无论如何不动用军事武力这个手段 光是依靠政治谈判民间交流小恩小惠 是不可能实现两岸统一的 当然无论将来是和统还是武统争取台湾民心 做台湾人民的工作还是要坚持 其实在目前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以最大的诚意 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同时做好随时粉碎 台独分裂图谋的充分准备 这样我们就占据了道义制高点 蔡英文与陈水扁都搞台独目标一致 但他们两人在策略上 在具体做法上有很大不同 陈水扁比较张扬 更加具有冒险性 企图在短期内用两三年时间完成法理台独 搞激进台独结果明显失败了 而蔡英文则是打着维持现状的缓制 用窃箱厂的方式重去中国化入手 一步一步的推进台独 这种做法对台湾民众更具有欺骗性 对两岸关系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认真防范 从最坏的情况准备采取必要的措施 坚决遏制住台独分裂的进程 对台湾民众更具有的措施 对台湾民众更具有的措施